這首歌曲不但曲風讀書一歌 這樣的故事背景 也是我們舊棋綿綿當中比較特別的 這段故事就要從四十年前 日本的長期說起 喂 安東長 快來啊 哎呦 你跑那麼快幹什麼啊 Jokis 我跟你講 我們到日本來念書是念四年啊 你還怕沒有時間可以玩啊 是不是 我問這樣 你們看 這富士山啊 跟圖畫上的一模一樣 真是太美了 哇 好漂亮喔 我好欽佩我們的美工喔 哈哈哈哈 為了要慶祝喔 我們今天登上富士山 所以說今天我們要把我們三個人名字 在這三谷裡面叫響 對對對 我們這裡的我們這裡 敬多桑啊 敬多桑 敬多桑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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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漂亮喔 敬多桑啊 救我 有壞人要追我的手 追過喔 要往哪裡走 哇 沒想到今天在特別的日子裡面 日本政府居然是太粗意蹟來做女性表演了 對 喂 你們幾個是幹什麼的啦 你們不要管閒事 我走 不要管我們不客氣的啦 哇 還有志青耶 還有導演 外跑快跑 等一下啦 既然遇到狀況你們兩個不能丟臉了 不能大好緣喔 從中國跑到日本來丟臉啊 幹什麼呢 對 照你這麼講 這魏國爭光的神聖任務就交給 你呢 喂 不要走 不要走啦 現在走就了 真的 不過呢 今天既然到這種狀況來了 我也只好奉陪了 好 奉陪 好 阿薩利 再次今天 我不想跟你打 你只要把你身邊那個女人還給我就可以啦 好 你等一下喔 小子 你跟他什麼關係 我不認識他 他是來給我捧場的客人 我只負責陪他喝酒 誰知道他一直要佔我便宜的事 那你等一下喔 欸 千成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你的不對啦 這種錢我絕對不能省啦 你要跟他談好價錢才可以嗎 不是 我是這個中國英雄 今天這件事情 我不能袖手旁觀 我奉陪 你 你 我奉陪 要我去找別人喔 啊 哇 跑掉了啦 跑掉了啦 想你怎麼減一瓶 唉呦 唉呦 阿薩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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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人很勇敢的ですね 唉呦 好欽佩你喔 你叫什麼名字ですか 我喔 嗯 中國英雄 坎道桑 哈哈哈哈 可愛ですね 名字還給你賣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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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一直跟著也差不多 你看看 櫻花上面有一隻蝴蝶 好漂亮喔 如果這個情景能夠永遠在我們的身邊 那不知道有多好 這還不簡單 這樣子 你就可以永遠擁有它了 送給我ですか 對 ありがとう ダメですね 破壞生態保育ダメ 不是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用飛出是櫻花獻給你 作為我們的定型物 我就是櫻花 你就是蝴蝶 蝴蝶永遠棲息在櫻花的身上 阿南達 阿南達好屌 就奇怪了 你這櫻花上的蝴蝶這麼弄來弄去 都不會飛走 這有什麼好奇怪 就是因為我們之間的戀情感動的上天 上天要我們永遠在一起 我們永遠棲息在櫻花的身上 好好好 您這種戀情真是上帝也瘋狂 你們繼續戀愛吧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來 我們來去 我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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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光飛世是歲月幽幽 卡豆廠四年的留學生涯馬上就要結束了 他本來有幸為了救救上留在日本發展 但是卡豆廠卻在這一天他接到了一封家書啊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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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什麼事 信上面寫什麼 你怎麼屁屁脫了 這是我爸爸寫來的 他要我回家幫忙他的生意 回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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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娜娜娜 阿娜娜 阿娜娜你要回家 你跟我說過你永遠要陪我不回家的 阿娜娜 你有沒有算一代 一代一代很痛 不過 我已經跟我爸爸講說我一定要回去 不過你放心好了 我回去跟我爸爸講 我爸爸 你都要聽到我們的電子一定會答應 我幫你接回台灣去了 紅豆 紅豆 我爸爸真的會答應我們嗎 一定會答應的 所以 聽說台灣的黑仔仔也是不該吃 阿娜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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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為難你 但是你要告訴我什麼時候走 今天晚上 蘇格 今天晚上 阿娜娜 你平民在騙我 你打出票來 要讓阿娜娜 你騙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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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娜娜 那是我爸爸寄過來的 阿娜娜 阿娜 這樣沒辦法 這樣沒力要背我 阿娜娜娜 你騙我 你騙我 來 你騙我 沒有關係 我決定陪你喝酒 你一定陪我喝酒 來 來 你一杯 我一杯 難怪 舅舅上捨不得 畢竟那個時候的交通不發達嘛 坐船來回 最起碼要各把月 哎呀 怎麼能等那麼久呢 阿娜娜 阿娜娜 你一杯 不能再喝了 再喝下去 我待會醉了就上不了船 爸 你要上船 我不要 我一定要走 我不能跟你上船 阿娜娜 我一定要走 我跟你講 留下這個櫻花跟蝴蝶 話讓你永遠記住我 記得 我一定會回來的 我一定會回來的 留櫻花 人都不在了 留櫻花跟一隻不會飛的蝴蝶 有什麼用 我只要你 我只要你 不行 我一定要走了 我不要跟你走 走 唉呀呀呀 我就準備 叫一隻阿娜娜 不行 我一定要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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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一定要走 唉呀 終於折下了一雙襪 一隻襪子 你看看就這樣 就跟舅舅上分別了 這時間一過 又是悠悠的二十年 當年的蝴蝶小姐 因為思念情郎 這不幸生染重病 已經去世了 可是您知道嗎 她跟舅舅上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了艾德捷徑 現在她的女兒已經長大成人 來到台灣 要尋找親生的父親 舅舅上了 真的咧 啊 妳怎麼知道我 落口也沒發生 我是要來 找這個 秋福的 秋...妳這樣 妳這樣說 怎麼知道 妳要找什麼 舅舅上 舅舅上 我沒聽過 我這邊有照片 阿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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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一下喔 阿姨阿姨阿姨你來喔 什麼事 炒菜炒到一半 臭火鍋 你叫什麼 你看這個人 欸 老衣阿 老衣阿 快來喔 是怎麼啦 我跟大小的聲音是誰 你看一張照片 妳是拿我的照片 是要做什麼 這是委託來的 你就是看路上 啊 我哪裡是要處於老伯喔 欸 等一下喔 小姐小姐 請問妳怎麼會有這張照片 欸 你還記不記得這個 這一支櫻花蝴蝶 這是我當年在日本那個 巫師餐的時候那個 那個 欸 妳怎麼會有這個東西啊 我是舅舅傘的女兒 也就是妳的女兒 舅舅傘有生女兒 我怎麼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啦 妳知道我就是二十年 嗯 老衣阿 妳什麼時候 跟日本婆生一個女兒 我怎麼不知道啊 就我自己也不知道啦 等一下 欸 妳媽媽 舅舅長現在人呢 事故妳走後 媽媽她本天以淚熄滅 上個月就在日本去世了 你啊 都是你 我恨你 這個 妳要聽我解釋一下 當年 二十幾年前 我們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家經商失敗 那我們全部靠阿頭 他們家支柱我們 為了報道她爸爸這個恩情 這次我只要娶了阿頭啊 你 妳 妳竟然娶她 然後讓我媽媽等妳二十年 我 我知道我欠妳媽媽很多 但是 我會把勸她的 全部補償在妳身上 妳 妳能不能救我一身爸爸 我肚子 我肚子 媽媽 我肚子 唉 這二十年未曾謀命的女兒 終於和父親相認了 希望她們從此都能夠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唉 請問一下阿圖神啊 您會接納她嗎 嘿 好 我就說我們中國人有人情味嘛 好 就情面面 咱們明天見 好 好